阿泰山小寶貝已經有一個了 我怕下次叫貓的時候 叫泰山小寶貝泰山跑來吃罐頭怎麼辦 上次好像有抽到送給泰山 泰山那台車不需要了好不好 他巴不得那台车赶快烧掉才可以换车 你给他汽油精干什么 他那个加什么精都没有用了 很多人都在纠结那个订阅有没有打开的问题 我坦白说我们的流量看起来的确是像好几十万 没有错 可是我是觉得说低调一点比较好 不过还是要订阅 订阅还是要的 虽然不在意 但是我们很注重 好像一样意思 圣帕斯强化考耳代表大家代表向大家问好小诗加油 圣帕斯加油 圣帕斯寄人来啊 看一下我们的我的右手边你们的左手边是不是应该是吧 圣帕斯有限公司 点火线圈第一品牌好不好 处理一下 小诗哥老司机身份什么牌的车是小诗哥老司机最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车子这种东西就很像买房子 像我们不是住中永和的 我们觉得中永和的路很乱 然后可能很繁杂对不对 可是住中永和觉得说哇我跟讲我从小中永和长大 中永超棒 哪里很棒 哪里很方便 我住北投 哪里很棒哪里很方便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的有自信心啊 我觉得本来就是很主观的 那我是觉得说每一辆车能够做出来一定有它可以买的地方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某一个厂牌车 所以我才会选择进入二手车的行业 因为我可以开到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车子 所以你要问我特别喜欢哪个牌子 其实我坦白说我是真的还好 好特别讨厌是有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好不好 好这个文章问说请问小师有什么蜡可以消除小刮痕 我跟你讲我们都是用粗蜡 那我们用那个牌子叫好像叫G3吧 我们都是用G3的蜡去去抛 那稍微拿一个棉布啊 或是哪一块打蜡布啊 那沾一点G3的蜡稍微旋转抛一下 其实小刮痕都可以消除掉 可是G3的蜡我不确定应该网路会有在卖啊 你如果那种露天拍卖蝦瓶应该有在卖 每天上学骑车经过小师 其实好像经过小师要签名 呈呈 李呈呈 千万不要来要签名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不是什么明星艺人还是什么 所以我签名中是很尴尬 来拍个照ok如果我在的话 好不好欢迎 阿签名我很不好意思 阿母啊 啊赞名啊 我通常签名就只有在签本票 签支票银行对保的时候 信用卡啊 先生这个 你这次的这个刷卡金额是6000块钱 这边签名一下 我只有那时候会签名而已 忙完了 那個是你太快了吧 剛才說去忙 現在忙完了 你是在忙什麼 我知道你可能是在忙一個蠻快的事情 小咪咪取好名字了嗎 沒有 我都叫喵喵 我叫吃飯啊 喵喵吃飯啊 以前其實我們有餵過幾隻流浪貓 後來餵餵餵翅膀硬的全部都跑掉了 然後這次又來新的小隻的 這隻小隻的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同伴 就只有他自己一個小小隻在那邊跑來跑 看他很瘦 所以餵他一下這樣 07FX原版劍跑15萬小師哥要收嗎 不要了啦 FX我一直在賣好久 我覺得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喜歡的東西 別人不一定喜歡 哈哈哈哈 好真的是這樣 小師大 我老婆說我常去洗車試娘娘腔 而且說看到我 你頭會很大 不會啊為什麼 洗車怎麼會娘娘腔 洗車很man啊 颶風你如果下次你穿比基尼來洗的話 可能就是 哈哈哈哈 不然下次試看看 你下次齁你就穿比基尼來洗我幫你拍照留念 那可能就是啊 洗車 男孩子洗車很正常啊 對不對 頭很大我覺得不會啊 為什麼 我們本來就是很歡迎顧客回來洗車好不好 因為這樣才有機會常見面 阿板賣你一台車一去不復返 出去走轉了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這樣沒有什麼意義對不對 這樣賣車也賣得很無聊 二零六CC有什麼要注意的 二零六CC有什麼要注意的 蠻多的耶 因為車也老了 很多的耗材啊 變速箱啊 那他的敞篷有油壓缸 要注意有沒有漏油 有沒有漏水 漏水也有機會 膠條壞掉也是有漏水 所以你看 那Jimmy說二零六CC找手排的意思就是閃掉這個變速箱的問題 1617年的Outlander 我說實在我只有賣過一次啊 其實Outlander通常的問題到現在來講的話不多 那三菱的引擎 我覺得它那個引擎有一個我覺得比較不好的通病 那當然其實每個車子年紀大都會吃機油 但是三菱的引擎 我覺得它吃機油的速度會來的比其他日系品還快一點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遇到的感覺 汽車零件摩擦多少會有異音是正常的嗎 不一定啊 你看什麼部位啊 你是說內裝內飾嗎 內飾版嗎 如果是內飾版就正常的啊 那底盤有異音就不正常啊 DSG要怎麼看能不能收 我跟你講DSG你很難判斷的出來 好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DSG好不好 DSG其實看人品 真的看人品 你就算帶著電腦去連接去插 你都插不出故障嘛 你去跟人家賞車試駕 繞個一圈兩圈 繞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你可能也試不出來 但是他有一個徵兆就是99的 會有一次那種感覺換檔 換不過去的感覺 真的99才會有一次哦 那個真的是非常偶發性的 那那個已經是電磁閥的 要壞掉的一個前兆了 但是我跟你講 就算你發生這個頓挫的行的 這個事情發生了之後 你再去原廠插電腦 還是沒有故障嘛 所以我坦白說 DSG唯一的 你想要買的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能要確保說你買到里程數 然後我去賭看看 只能說風險高低 但是不保證 一定完全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真的有試過 DSG故障是 有時候電腦是不會秀出來 會秀出來已經是很嚴重 二手車商的大小月是何時 大月應該是過年前後 二手車商的小月就是這個4月 4月因為要繳稅 那大家消費力就比較差 還有小朋友開學的時候 購買力也會比較差 因為小註冊費啊等等 盛怕好用嗎 好用啊 我之後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盛怕是還不錯啦 我是覺得這個台灣是這樣 台灣現在 不要像台灣 現在全世界就是其實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對不對 就比較少有一些旅遊啊什麼 所以我覺得現在 其實台灣的內需 自給自足 我覺得還蠻足夠的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 我們自己本土的一個產業 外匯2016 F528需要注意什麼問題 B&W的話 這一批16年左右 你要注意水路啊 比如說水管有沒有脫落漏水 水磅補有沒有漏水 然後水箱有沒有漏水 然後漏油的問題 就依照他存放環境 跟里程數可能有有關係 那B&W通常這個年紀 你就注意水跟油比較重要 那我還是老話一句啦 你買越貴的車 越希望里程數不要太高 考爾要壞錢有什麼現象 考爾是這樣 他要壞之前不太有現象 就是會就就抖一下就就抖一下 好像嘎輪順有沒有 你在聽紅燈的時候 那本來怠速穩穩的 你會覺得嘎一下輪順 丟一下 丟啊 不是啊 我不是在罵髒話哦 我說丟一下 丟是台語好不好 丟一下丟一下 好不要講丟啦 MATCHIS 1.6 我們什麼該注意的地方 小毛病 方向機 然後海洋感知器 引擎的水路要注意 因為他也很容易沖掉的一個引擎 大概就這一些 謝謝老師機 尿尿會抖一下怎麼辦 尿尿抖一下是正常的 那是他你的尿 把你身體的這個溫度帶出去了 所以加輪筍是蠻正常的 那如果尿尿有低到鞋子就不正常 我講 我們說讚 那我通常我尿尿一定要用兩手 因為怕噴到臉上 我要稍微壓一下 我怕噴太高 噴到自己臉不好看 是不是我的烤耳要壞 2000不是你的烤耳要壞了 那是正常的 他溫度把你帶走了 好不好 不要滴到鞋子 等你滴到鞋子再跟我討論 我再跟你講怎麼辦 呵呵呵 呃 如何避免買到小蔥的二手車 哇這個困難 這個你可能要去檢查一下 這個水箱裡面的水 通常小蔥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油的成分 那他如果刻意的 把你沖洗的很乾淨 你可能你看水箱 你也不容易判斷 那通常用試開 是可以稍微判斷 因為其實有小蔥過的車 開起來會比較沒力 或者是說 呃 你在看車的過程中啊 你可以讓車子怠速 發動個20分鐘 30分鐘都沒關係 那去觀察它的溫度變化 我覺得自己如果是一個消費者 不是專業要判斷 可能用這些方式下去判斷就好 那當然外面也有在賣所謂的測量 引擎有沒有充掉的藥劑 可是這個就要看賣你車的車行 願不願意配合你去做這個測試 這樣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車子 假設你跟一個願意負責任的車商 買車子的話 就算你買回去是小蔥的車 我相信你會過頭來找他 他還是會願意負責幫你處理 所以我覺得其實找對了買 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因為如果認真要騙你的話 你如果不是真的非常專業 你也很容易被騙 那包含我們 我在這一行20年了 我們出去我們都要非常避免被騙 那更不要說消費者 小蔥哥講話不像台北市人 像我們南部人的腔調 哦不是哦 我是台中人好不好 小蔥哥每天健身嗎 一個禮拜大概三天 三天以上 小蔥說 我要留清朝人的髮型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如果真的跑到後面來的時候 我就剃光頭了 沒有在撐的 沒有人在跟你撐的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 上次有一個人講 說什麼 我忘記他留言留什麼了 他說這個車上高速公路 怎麼撞到的戲 我說該死就是要死了 我上面說撐 你如果真的嗎 要死了 你開賓士一樣掛點 你做太多壞事 就算給你開坦克戰車 你一樣死在裡面 好不好 天要收你 你開什麼車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你想想看 你像我做這個行業 我什麼車都要開 有時候哀死也要測試 對不對 哀死什麼屁都沒有 小小台的板金又薄 安全氣囊 安全氣囊都沒有 不要說安全氣囊 連ABS都沒有 大家不要比說誰的命值錢 誰的命不值錢 那我們也常常店裡面的每一個同仁 不管車新不管車舊 國產車有配備也好 有氣囊沒氣囊 我們都在試 對吧 我真的難得是做太多 都死 該死就來死 不然 好死不如歹活 是這樣嗎 我不要啊 幹嘛歹活 好死就死一死 你知道我這樣回答 我說該死就死了 他還回答什麼 他說我怕你 死不了 媽殘廢在那邊撐著 我說這個人 到底是心腸有多壞 到底負能量有多少 我真的很想介紹他跟泰山當好朋友 你知不知道 好不好 所以支持安樂死 沒有漏氣的 哪一個出來要支持安樂死 我就投票給他 一句話 門上的原廠貼紙還在 但是頂起來看底盤有大撞過 怎麼會這樣 會啊 騎到安全島飛上去啊 全部都錄到底盤 這個是有發生 這是有機會發生的 換過引擎 剛才二手車價會影響多少 要看你車子的產值 還有你的車種 其實很多人想要用一個方式來表定 或是在網路上 現在很多騙吃騙喝的網站 叫你輸入年份配備什麼 然後給你一個數字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其實這個東西 他沒有辦法有一個常數 沒有辦法有一個程式去做計算 他不是一個數學的公式 他會依照市場的經濟的狀況 還有流通的狀況 還有你車的產值 一個引擎蓋 可能從你車子是兩年車 三年車四年車五年車六年車七年車到十年車 這個引擎蓋換過的影響都不一樣 還有你的車款車種 比如說像一些年輕人的車 比如說西美八代 我舉例 FIT換引擎蓋其實不太扣什麼錢 因為年輕人不在意 那你如果他是一台 Toyota Camry 那你知道買Toyota的人客群都會比較注意一點 比較保守一點 你換過引擎蓋 那他就有疑慮 他就不想跟你買 所以如果像這一種家庭的車款 可能就要扣多一點 所以其實不太一定 就換新政策不再延長 對二手車市場價格是會再跌 我覺得會再跌的原因 是在那些 好像將要報廢又報廢不了的那一種車會有影響 基本上我覺得對中古車的大市場是不太有影響 上次我接受新聞的採訪 坦白說 我是因為要給他做一個效果 為什麼 因為其他車商看到新聞說 幹小事都說沒影響 我一定要說有影響好不好 我也要做人啊 對不對 我不會每天都出來得罪人 欸你知道嗎 我昨天晚上多無聊 我去YouTube輸入Centra 然後我去每一個車評 做的那個Centra下面看留言區 每個人都在提 小事說怎樣 小事說怎樣 我今天有被混以外 不知道大家都要挖洞給我跳 我都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我幾乎每個車評下面的留言都看的到小事 只要有拍Centra的 都欸 小事說說我牛叫 為什麼你們都說很安靜 小事說那個什麼沒有力 為什麼你們都說很好開 靠腰媽 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人是故意要挖洞給我跳還是怎樣 幾乎都看的到留言 姊姊的老公一張 幾乎 我看到他媽快暈倒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去他媽好像是去下戰帖 下挑戰書 幹不要鬧了好不好 我真的 我現在都不敢看到這些車評 你知道嗎 我會引起公分 真的 然後有人還在下面留說 你們都收錢什麼 果然有收錢講的不一樣 靠北啊 我還希望 不要再害我了 我已經夠黑了 不要媽 連中古車商討厭我就算了 連新車車評都討厭我 我都沒朋友了欸 還不是因為帥到沒朋友 是因為媽被弄的 你看被弄到沒朋友 我真的吐血 我昨天看到 睡不著覺 我真的睡不著覺 我真的覺得我被弄 我真的有被弄的感覺 我懷疑那些人是故意要 挑起事端的 我覺得 之前有一台大發庫 對那台車評價如何 基本上我對大發的車 是覺得 還蠻有好感的 因為我出社會 考到駕照第一台車 開的時候就是大發 那這一間公司 我覺得它的東西做得不錯 當然它後面 我記得它跟Toyota有 好像股份的一個 Toyota好像有它的股份吧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還是賣掉我也搞不清楚 它的東西我覺得耐用度蠻高 而且我喜歡 它的日本味很重 因為我本身 大家都知道嘛 我喜歡日劇 對不對 不喜歡海洋劇 這個大家都 有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對於這種 日本味很濃的東西 我會覺得 還蠻喜歡的 而且它的那個 敞篷車 Coupon我也很喜歡 我一直在找機會可以買到一台 Coupon 有車評 Centra說 這一台車安靜 結果收音一直收到引擎聲 我沒有要挑戰車評 我不是車評 好不好 剪精華的要記得這段要剪進去 我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叫做車評 我們是在分享 汽車經驗跟觀念的朋友 好不好 我們不是車評 拜託拜託 人家那個車評 真的很專業 他們真的很專業 他們的頭腦真的放了很多的東西 大部分 大部分 全部啦 全部啦 靠腰啊 不要再得罪人了 好 人家那個真的 業界有業界的經驗 好不好 相信經驗 相信經驗 好不好 柯P晚上直播不一起入鏡 柯P他如果遇到這個直播 他整個人就呆掉了 其實剛開始 我們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柯P也不太會講話 那是慢慢習慣錄影之後 他才比較好一點 才後來比較活潑 其實我們都是啦 像我們的FB 會一直上以前的那個影片的回顧 那大家如果說真的有在看的話 會發現說 其實以前 連我們本身其實都不是很自然 所以其實是到後期比較習慣 那其實直播也是啦 我坦白講 那慢慢越久越習慣才這樣 所以柯P如果真的要直播的話 未來有機會 我也在想說 要不要在YouTube上面開直播 所以我可能就邀請泰山好了 好不好 我拉泰山直播幹 從頭到尾都不講話 新車兩年 Liacham就壞了 有意義正常了嗎 原廠免費保固給我 我想知道這個消費品壞得那麼快嗎 Liacham 其實Liacham 如果你有看到東西 它其實是一根很細的東西而已 所以如果你 常常在開的路面是比較差的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台灣路真的爛 沒有在豪笑的 真的 那個人孔蓋 凸的凸 凹的凹 媽 一條路100公尺 可以有媽 十幾個人孔蓋 超過 很誇張啦 不要說新北市 台北市也一樣 媽真的有過爛 那個鋪的品質也真的他媽爛 爛到爆 爆炸爛 真的爆炸爛 這個為什麼我們會那麼深刻 因為我們常常以前 常常在改裝車子嘛 改低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啦 台灣的車 你看他改低 每個辦法都他媽的 爛到不行 常常是回到啊 有沒有 高低差 蹬庫拉 那常常辦法都磨到亂七八糟 還有的連那個排氣管的下面 都磨到亂七八糟 你如果有機會去看一些影片 日本的車劇的影片 那個車低到不像話 幫他人家車乾乾淨淨 飄飄亮亮 好我們不要去比 人家已經是已開發國家嘛 我們應該是開發中啦 所以還是有一點的落差 也不能這樣講 好不好 女人跟車子有什麼共同點 很多呢 基本上我覺得 你如果要把車子擰人化 因為我最喜歡 把車子比喻成女孩子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 異曲同工之妙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 女人 挖挖叫 你永遠都不知道 他為什麼挖挖叫 車子 你馬上就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這是唯一的差別 剩下的東西都不太有什麼差別 沒有啦 不能這樣比 不要誤化女性好不好 車子還是個物品 對不對 女孩子還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人 好不好 恐怖分子跟女人的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恐怖分子可以談判 女孩子不行 最近都真的很忙 很久沒看到小誠哥修車 他每天都在修車 可是我們真的是天氣又不好 然後又忙 所以我們最近這個 因為天氣拍攝也都delay的很多 我終於回完了 我今天有準備東西要跟大家講 來 我先把我今天準備的問題講完了 今天問題有點多 一路回到這邊來了 我們要回到10點 來 上個禮拜 我有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不是說有別的車行說 他這個 什麼 小師 小師很熟啊 我們都常做生意 你不用跟他買 我們車也常調來調去 所以你跟我買是跟小師買是一樣的東西 如果上個禮拜有看過我們的直播就知道 就是有這個車行裝熟哥 車行裝熟哥就是裝的跟小師很熟 所以跟他買 跟小師買是一樣的 那這個跟我反應的朋友 他只有講到這裡 那我上個禮拜我就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說要注意 因為從以前我就有發現說 有一些同行會在我的粉絲頁裡面 私訊我的客戶 因為我們粉絲頁互動很頻繁 大家都會有時候會拿迪賽 有時候問車有時候會留言 那就會有其他人去私訊他 然後去說 我有一台跟小師一樣的車 你要不要來跟我買啊什麼的 我是覺得來我的頁面拉客人 那如果這個客人因為這樣被你拉走 因為你賣的更便宜 或是你用什麼方式去 那你們成交我沒有意見 這個消費者是他已經到了別間店 那別間店跟他說什麼 小師很熟啊 我們常常在做生意 然後其實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當然他也沒有叫他說 那你打電話給小師確認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後來還知道 那是前兩天 他才有傳訊息給我跟我講說 其實他有買了 後來買到一台 又調表 然後又事故的車子 然後後來他不知道是 好像是退他車還是什麼 不知道了了5萬還是10萬塊 賠了5萬10萬 這台車不要這樣 所以其實因為這樣子 他是有不要說受騙 有買到不好的東西 所以這個也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這我也沒辦法控制 這我也沒辦法控制 只能做一個宣導 那我最常問到的幾個問題 像我這個禮拜有幾個消費者網友 有問我說 小師哥 請問你們有什麼認證嗎 有什麼第三方認證嗎 我都說有啊 小師認證 那這個東西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想 其實我以前我也曾經想過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搭這個順風車 怎麼說這是一個順風車 其實這個經濟結構體是這樣 很簡單 今天假設泰山創立了一個泰山 這個中股車第三方認證 他會幫你鑑定車子 然後出認證書給你 然後今天有一堆的車行 就去拱這個泰山認證說 我跟你講 我們泰山認證超棒超準 我跟你講你來跟我買車 我都會付泰山認證書 那拱啊 拱到最後 消費者也不懂嘛 好像是一個 有泰山認證好像就是一個很安全的東西 OK 那我如果跟著進來拱泰山認證 我搭著這個順風車 那是不是我的生意可以做得更順利 我不知道 我曾經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不要去講什麼聯盟怎樣 哪個聯盟怎樣 原廠的二手車怎樣 我都不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我就跟著走就好了 你懂嗎 其實這個社會上有很多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不是只有二手車而已 畢竟很多的什麼聯盟認證 他們都是一個很大的財團 那我們沒有這種實力 我坦白話講 我真的就是一個小店 而且我甚至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說 我想要小一點 好了不要再降下去 我覺得這樣也很累 要跟這些企業去不要說對抗 人家也沒有對我怎樣 只是說要在他們的夾縫中去求生存 其實坦白說是蠻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證明我自己的招牌 包含我們已經開了三年的直播 包含我們拍了這麼多影片跟消費者分享這麼多東西 我必須要更加倍的去說服我的消費者說 我們的服務或是我們的認 我們的認證是OK的這樣 上次有一個消費者有問我說 那小事哥我在某某聯盟買一個車 那我有沒有必要去啟動保固 那我說其實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這就很像說你來問小事說 小事哥 我需不需要保這個意外險 我回答什麼都不對嗎 我如果跟你講要 結果你一年都好好的 你就想說幹浪費錢 我如果跟你講不要 你真的撞到 小事哥你當初叫我不要保 所以這種問題沒有人能夠告訴你要或不要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這樣回答他 那後來他有去啟動了 OK之後呢水箱壞了 回去對方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水箱是消耗品 所以沒有保護 好小事哥我去啟動保固 結果我媽我壞東西回去 他跟我講說手冊裡面是不保固範圍怎麼辦 我說那我怎麼辦 他就給你一個手冊一個規範的 你簽下去錢給的 那你就是照聘照鏈 對吧 上面沒寫到的壞掉 你就自己狗無塞 有寫到的他才幫你出 就像上面講的嘛 那個小美講的 認證不一定不好也不一定好 好的裡面有壞的 壞的裡面有好的 我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不管有沒有聯盟有沒有認證 跟你買你跟他買的這個店家的生意道德 做生意的理念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人品比較重要 我是講真的 那我沒有一定說是小事汽車 好不好 我覺得如果說 現在我有看到很多的同行 也是很努力的在證明說 可能自己是一個良心的店家 那他們也很願意很樂意去提供完善的服務 那我希望我們這樣出來做這件事情 有更多人會跟著走 不要讓大家聽到二手車就很像 要噴嘴那樣 我覺得尤其我上個禮拜也講過 我們在一些什麼PVP在什麼地方 聽到車商 車商的話能聽嗎 大便都能吃 那我們在線上了600個人 不知道嗎 大家都在吃大便 哦好香真香 沒有嘛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很多行業都會被說很黑 有沒有你們有沒有聽過以前說 哦賣家具的很黑啊 有沒有聽過說賣眼鏡的很好賺 那個眼鏡成本才多少錢而已 一個媽賣一兩萬可以打一折賣你 定價兩萬的眼鏡框有沒有鏡框 對不對可以賣你一兩千 有沒有打折一直打一直打 你看那個利潤有多少 我有個朋友在做眼鏡 我跟你講開領寶接你 有的沒有的 真的啦 很多行業都被大家講說 剛剛很好賺的 我告訴你我們菜市場美麵的 現金一直收一直收 那現金都媽丟在床底下 媽買房子去床底下撈一撈 就拿現金去買房子 這種鄉野傳奇 民間故事一定都是有的 好不好 對啊 其實那些聯盟有很多都是一些 汽車公司背後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我沒有辦法 他們不僅賣新車啦 坐新車啦 賣二手車啦 還有聯盟啦 貸款銀行給他們自己在放 這種東西我是做不搞 我是我是覺得我這一輩子做不到這種事情 然後坦白講 對啊我們不是說出生就媽家裡有什麼特許行業對不對 有什麼做什麼東西有家裡有一點錢 我們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我是沒辦法 我是自認為我沒那個能力啦 你就算大家集資給我10億 我也沒辦法做出來 我覺得啦 因為我的我們的做生意就是簡單 然後local這樣而已 那你要做到多高端嗎 股份什麼用 然後嗎 什麼SOP規範 上市上櫃 對不對 一條龍 對不對 從你進小四開始 那個先喝下午茶 網美拍照打卡 還可以泡個溫泉 再來賞車 再來試車買車 售後服務保養一直到你往生 臨車有沒有 我們這個禮儀公司 對不對 從你出生 到你結束生命 我們企業都可以幫你服務 從你這個 待產坐月子中心開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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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不要不要坐月子 我們先從事館開始好不好 你如果想要生男的生女的 我們的生技公司直接就先幫你處理了 好不好小四集團對不對 從你出生開始 你如果生不出來 你要生出來想要 這個 像貝克漢 我們這邊有基因庫 基因庫我們先幫你處理 還不夠早是不是 沒有沒有 好來 我們先從這個婚姻媒合開始 讓你認識女生 認識男生 交往 到你結婚婚宴也有我們集團的子公司 然後一直婚宴集團一直到你要拍婚紗 我們也有這個 小四婚紗 蜜月旅行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我們在處理 事館 你要什麼基因 小四的基因庫 你要像貝克漢 像劉德華 像郭富錢 都沒有問題 處理好之後生產代產到小四這個 婦產科中心對不對生出來以後 小四坐月子中心 弄媽的幼稚園 開始衝衝衝 一個集團一直到買車 一直到你這個生病了 準備要回去 一直到後面 禮儀公司 我們都處理 一條龍 好不好 我們就弄個企業 上市上櫃 所以我說 其實 我覺得我們不是那塊料 很多事情 我覺得已經超出了理解能力 所以我覺得 最單純的一個 買賣 就是我只要維持我做生意一貫的態度 每賣個車就多認識一些朋友 那有一些大家這個五六百個人開個直播大家來看 對不對 然後 拍拍影片大家看了開心 對不對 開直播大家 抖個內 然後請小吃 喝咖啡 吃點心 練練才這樣 規模就大概這樣就好 很愉快 我想賣就賣 不想賣 賣賣 我覺得這個東西大家 不少輸 不少贏 所以我常在講一件事 像我有一些朋友就是 在那邊 這個怨天遊人 他就說 我就是 沒錢 如果說 我家裡給我個一百萬兩百萬做個小生意 我就不會現在那麼辛苦去上班了 我講一個實在話 在我現在這個 我現在目前的理解 有些人 你真的給他兩百萬 他還真的不知道該拿這兩百萬去幹什麼 他很有可能把這兩百萬噴掉 真的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不是說有沒有父母給你兩百萬這個問題 我是給了小師兩億 小師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壯大我的公司 我是真的不會 我真的不懂 我也不會想懂 因為我覺得那個太 太累了 對不對 到時候還要去包那個 挖水泥啊 對不對 包一下這個 高速公路的通行費啊 對不對 還是去這個 開個新聞台啊 我跟你講 真的給我兩億開博物館 媽 搞不好半年就倒了 不知道撐不撐得過半年 萬人想一人到場啦 就算你們這六百個人全部都來博物館看啦 還是會倒啊 我們就不會做不要探急啊 我們今天講到最後這麼感性 你看有沒有 我覺得 把自己身體健康顧好 家庭和樂 開開心心的 我覺得這樣很棒 真的 錢就是這樣 我很愛賺錢 我很想賺錢 可是 我覺得我要賺的錢是 我過生活OK這樣 舒舒服服的就好了 我沒有要 開法阿利 我也沒有要住在 地堡 兩億就退休釣魚 對啊 我也覺得 我不用兩億 我不用到兩億 我這個人不貪心的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長狗要出現了 過得去就好啦 對啦 開心最重要 我跟你講 給你再多錢 不開心也沒有用 好不好 大家晚安啦 拜拜 大家晚安